有一天他跟他说 我未来要做什么 他说要做什么 我要当沈玉玲一样 我说你要当沈玉玲一样 为什么 他说 我说你想当制作人 他说 对啊 你看他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 就是搞笑啊 然后荒谬大师啊 沈玉玲有喜感 然后感觉就可以赚很多钱 不容易哦 不容易 可是这时候你知道吗 你就要开拔给他听 你就要让他知道 什么叫做现实的事 我说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变沈玉玲 你要当制作人 沈玉玲是完全靠才艺 不是外表 对 也不是每个人 就好像不是每个人 都可以当正伯伯啊 不可能啊 因为你 你又不要这样称呼 就是阿伯嘛 我还没有说阿公 阿伯 我说不可能 我说其实 你说沈玉玲他也是 你要被丢本啊 你的稿子写那么烂啊 什么 从这样一步一步 他也不知道今天会变成这样 可是那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前面都是累积的养分 所以你要去想说 你现在看到只是他光鲜的样子 那背后你可以嘛